Hello,大家好,这里是麦子杰,我是讲师乐路 我们这一节课程中,我们谈的是关于百度建架中的着陆页标记的一个操作技巧 在这一节课程中,主要是使用一些代码 使用一些英文或者是一些数字,一些符号 怎么去把我们的关键词与我们的着陆页进行一个标记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操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第一个,如何使用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是一个创意标记的一个工具 这个标记的工具,然后点击,我们点击看一下 如果我们使用是WPS的话,那么使用启用红 看到吗?在这个位置,如果你使用的是2013,2010到2016的 打开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启用红 如果我们不点击这一块启用,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个工具 由于2013以后的有时候有一些代码的话被修改了 所以这一块的话就不是那么的好用 最好是2010 2010,2013的有一些都是没有办法去使用的了 那么这一块把这块画成你的主战点 这一块是什么?投放的平台 看到了吗?这一列 那么这一列的话是投放的渠道 是CPC 那么这一块的话是什么呢?是百度竞价 这一块是竞价中的推广计划 这一块是推广大员 那么有一些说这一块我不是很好去标记 那么我告诉你,点开我们的百度推广后台 使用我们的推广客户端 我们找一下我们的推广客户端 是这个 打开推广客户端的话,我们可以批量去复制我们这个创意来去做标记的 尤其是关键词,我们把这块登录上 然后正在获取数据 点开搜索推广 在点开搜索推广之后,点开我们的关键词这个位置 你可以选择批量标记,也是可以的 空脆加A,全选 我们要的只是推广计划跟推广单元 还有一个是推广关键词就OK 把我们刚才所复制的粘贴到这个位置 推广计划是不是有了 那么这一块是推广单元 这一块是推广关键词,其他的我们都不要 可以要这个网址 网址要吗?然后我们只要一个就OK 然后只要一个主战点的 那么其他的我们全部删掉 然后把第一列删掉 有一些会出现一个空格 然后把这一块去掉 然后把我们的鼠标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按住Ctrl键 然后按住右键 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方向的话 就形成了一个从这个位置 然后往右边移 看到吗?往右边移 然后我们再按方向键向下的一个接头 向下的一个接头 那就到这一列 第一列的最底部这个位置 然后Ctrl键加A就相当于是 我们把它全部复制了 我们来操作一下 然后再往下按住Ctrl键 Ctrl键加A 缺血 然后C复制 对吧? 这些快捷界的话你一定要去使用 然后我们把我们刚才所复制的粘贴到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但是有一个是什么 短语核心 就是匹配模式 我们多复制来个匹配模式 那么我们把匹配模式去掉 OK 重新复制一下 按住Ctrl键 Ctrl键 然后往右 你还有一种方法 可以直接什么往下拉也可以 然后再往右 然后Ctrl键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缺血的 然后我们粘贴过来 跟我们刚才是一样的 那么把这一类的一个内容清空 清空 然后CPC 然后这一类假设是我们的网址 我们先把它这一块取消超链 然后往下拉 先把这一类双击 然后再把这一类双击 从左往右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首先这一类是已经满的了 然后往右 一点击 如果这一块出现的是空格 这一块出现的是也空的 那么这一块我们就拉不完 知道吧 可以理解吧 然后这一块的话 把鼠标放到这一块了 双击 双击 然后点击生成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生成出来了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最高版本的这个Excel 所以就是这个红的话 有时候会出现错误 会出现错误 那么有一些是使用WPS WPS的话打开这个工具之后 我们要去安装一个红 我们可以在百度里面去找一个红参见 叫VBA红 VBA红参见 这个就是红参见 然后选择这一个应该好多个都可以去向载 就是就是这个 其实好多都可以去向 我们再去找一下 找大家比较安全的一个网址的一些内容 这个最好是找它的官网的 找它官网的 实现红参见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或者是直接在这个位置去搜索 在产品相载这一块的话是没有 我们找一下个人版 有没有它的一些向载的 这个是使用WPS的这个 我们找一下 红 红参见 WPS下的老是出位崩溃和修复 我看一下 不是这个 如果没有的话 回头我把它放到我们的资料板块里面 那么放到他们的 我们放到资料板块里面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怎么去标记呢 好我们首先把这个打开这个工具 这个的话就更加简单的 这个是计划的代码 计划的代码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画一下 推广计划是什么呢 把这一块复制 我们刚才是不是复制又不用关掉了 还在还在这里面不在了 然后把这块返回 把我们刚才所借的XL打开 三天到这个位置 我们刚才没有复制成功 空嘴加C复制 然后 复制 现在就可以粘贴了 粘贴过来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推广计划 推广计划的话出现一个问题 有很多是重复的 看到了吧 然后选择把第一列删掉 在数据里面 有一个叫删除重复项 然后选中 我们删除的是哪一列的 A列的重复项 点击删除 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有19个 然后把这19个复制过来 复制粘贴到哪里呢 粘贴到这个位置 看到吗 这一块的话我们不需要怎么动 往下一拉 拉的时候我们记住 要选中填充序列 选中填充序列 如果不选中填充序列的话 往下拉 全部都是1 我们拉一下 如果你这块叠成这种 你看全部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标记的话 就没有太大意思了 对吧 那么就是一样的 OK 然后这是单元代码 单元代码我们推广计划 是不是有了对吧 然后我们粘贴到这个位置 有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推广计划直接复制的话 出错出错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推广计划已经被杀了 只有一个了 然后选择 这块我们不用动 然后我们再次选择这个 负责 然后粘贴到我们所增加的这个位置 我们刚才所操作的这些 我们都可以去通过 这个位置 或者是在这个位置 尤其是这个位置 关键词 因为访问网址 我们标记的是访问网址的U2 你看 这一块是没有标记 这一块标记的话是什么呢 是它的一个重心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的是什么 这一次要的是推广单元 那么推广单元的话 我们就把这一块把第一链去掉 然后我们把这些删掉 然后把我们的鼠标放过来 按照我们刚才的方法 粘贴 这个太简单了 选中在这个位置 把我们刚才所增加的 粘贴到这个位置 然后代码是什么 是001 001 这一块的话是001 看到了吗 因为它的推广单元的话是一个 然后这一块的话就是复制 应该这一块是复制 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 这一块出现一个问题 应该是单元的 要把单元这一块删除重复项 选中删除重复项 然后选中这一块点击 我们要删除的是壁列的重复项 OK 这才是对的 然后 空水加A缺血 现在我们再删粘贴过来 OK 这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它的代码就不一样了 代码就不一样了 然后完成之后生成着陆页 生成着陆页 着陆页的话 这个的话是之前他们发生的一些 错误的 应该我们把我们的推广计划 粘贴到这里一块 那么代码这一块也出错 A2的推广代码 然后剩下的是什么 已经生成的网址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的话你自己也可以去编辑的 自己也可以去编辑的 推广的代码 VLOG UP C2 C2 然后打开这一列的C2 代码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C2 看到了吧 这一块的代码是从哪里来呢 你可以写 你也可以不写 可以使用标记 可以使用标记 那么完成之后我们的网址是移动访问网址 跟计算机访问网址在这个位置 它生成的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粘贴到我们的哪个位置呢 记住 我们在批量增加挂戒词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选中添加 看到了吗 移动访问网址 移动访问网址 跟访问网址这两个板块的 修改这两个板块 那么我们在Excel里面 Excel里面 粘贴过来 把我们的关键词放到这里面 把我们的批评模式放到这里面 对吧 然后选中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比较慢 那么可以选中在底部 这个位置有一个选择文件夹 选择文件夹就是说你可以写保存 然后另存为 Excel 格式把它转化一下 然后这个位置有个另存 另存为CSV选择 然后保存到哪里呢 我们的桌面文件 然后把这一块往下拉 找到什么呢 找到CSV CSV在哪里 这个保存成这种格式 保存成这种格式 然后看一下 保存 然后现在OK 这块点击式 然后再把这块关掉 然后保存 是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保存的是这个 我们把它命名一下 命名一个2 然后这一块的话是1 1的话是原文件 还有一个是快捷方式F2 就是重命名的意思 然后我们把这一块打开 选中增加 选中增加 增加的话我们选择什么 选择导入 看到了吗 2的这个格式就出来了 你看其他的格式都没有办法 只有一种格式 就是CSV格式 就是CSV格式 好我们看一下 粘贴过来的话 你就点击完成 那么这样的话就上传完成了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像还有干货 好像还有干货 神秘吧 来我们看一下 还有个什么样的工具呢 我们点开看一下 这个工具的话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有红 看到了吗 有红 有红的话我们记住 不要忘记啊 点这一块 有很多的同学 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 他忘记点这个红 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个工具 然后点击启用红 启用红 然后在这一块是工具的首页 我们不用管啊 它可以标记这些内容 这些标记 虚拟页面生成器 世界追踪代码 还有一个是关键词的拼音生成器 关键词的拼音生成器的话 那么生成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标记的话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我们什么单元 什么关键词啊 这个比较简单吧 那么生成器 你看 媒介 是什么广告 来源是哪里 然后它的网址是什么 然后生成的网址是在这个位置 虚拟页面 订阅的 收藏的 或者什么 然后在这一块的话是 世界追踪代码 暂停 使用这些都可以啊 然后关键词 关键词 转化拼音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输入什么呢 我们输入我的名字 我们输入我的名字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就转化 可不可以 然后再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麦子学院 看到了吗 然后在这一块我们输入什么中文名字输入什么呢 啊我们输入 卢勇国 SEM SEM 看到吗 卢勇国 SEM 好 我们在这一块输入什么 麦子 学悦 视频教程 看一下 麦子学悦 然后有一些的话这个是没有转化的 这个是在使用工具的时候出现问题 好 麦子教育 看到吗 麦子教育 视频 教程 就可以知道 当你把这一块粘贴 到我们的自定义标注中 这个的话我们叫自定义标注 然后是什么呢 推广 单元 刮戒词 刮戒词的代码 然后 代码 刮戒词代码 刮戒词 好 关戒词 关戒词代码 然后 我们把它 粘贴到这个位置 刚才的那块代码的话 可以把它化成这个 化成这个解写 化成这个解写的话 即使我们的竞争对手看到 他也不一定 很明确的去知道 复制 看到了吧 然后复制 这一块是我们的关键词 然后打开 粘贴到这个位置 然后选中 这个 嗯 好奇怪 不能复制吗 看一下 复制 新界一个 嗯 好奇怪 不能复制 回头我弄一下啊 我不知道测试可是哪里 出现问题了 不能复制出来 我都没有注意这个 好 那么关于这一节课程的一个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 啊 希望对你们有用 啊 希望对你们有用 好 感谢学习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